同样满满人潮的还有在新社花海 单日有19万参观人次 主办单位就预估在花海节的期间 能够有17亿元的商机 也让很多摊商都想要来这赚一笔 我们记者直集 在花海周围就出现很多小蜜蜂是违法涉摊 摆上了桌椅扬伞做起了生意 烧了场地租金 但是可能会被警方开罚 而庞大人潮也让这会场垃圾来不及 堆成了小事 还没看到花展区周围 就有人做起了生意 卤豆干 茶叶蛋 满满整个冰柜的饮料 累了一旁还有遮阳伞 桌椅实在舒服 不过这些通通都是违法的 不只这一摊沿途可爱气球把不冰 花海期间也想多赚一些试一些 所以以后从来不可以再进来 这个月里面都不可以进来 后来行人不要进来 再看到的话真的不可以开单 备赶就得离开 里头的摊位有钱还不一定租得到 不想租就得和警察你赶我收 逛要给多少啊 一千多块啊 一千多哦 对啊 怎么不想要在里面租摊 租不起不是补小 我做这个根本租不起 里头120摊一摊租金两万元 外加保证金一万 对比外头免租金免保证 但相对要承担罚金 警方还有可能连去告发 花海人潮带钱潮 生意好垃圾也多 里头处处垃圾小山不是没再收 而是来不及收 生意好摊上都想分杯羹 有钱还不一定租得到的摊位 还是冒着被开单风险的小蜜蜂 都成了新色花海的另一个现象 记得夜影连缘兵在台中的采访报导